四亥宗 两个应该有 兄弟姊妹 乌克 兄弟就克母亲 喉莨 几乱 有一胎吧 有没有 你去问他 他说我的命运 你问他 他说你去看 你去看他 你去看他 你在带谁的 是今天 你去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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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人家的盘 不是人家的盘 还是我来吧 你去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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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的盘呢 这是我的盘 我说他的盘 你随便指一个言 你给我讲 你感觉到不好意思 那你就大概是 以别人的面向来说 假如 你要陪着吧 我就说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对吧 第一 九星那种心理善不善良 善良 是不是应该接条好听的说自己 九星那种 懂不懂得存钱 懂 但是看看能不能存出钱呢 有没有钱呢 对吧 是不是圣经 圣经 圣经 我们先看看圣经财 是吧 好了 当看到圣经的时候 我们说 今年有没有财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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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天干有经吧 有经忘了吧 今天有财吧 但是 今天可不可莫 可 所以是 是这两个社会 来和谈 不是这个社会 来和谈 知道吗 这是每一期我都给你们讲的 一定要记住 不是交友来和谈 这两个社会 来和谈 一处呢 是金 来生什么 水 是我主动发的 也是乐也发的 对吧 对吧 因为毕竟发歌嘛 我心甘情愿发一下 一处呢 是怎么样 心甘情愿被课的 心甘情愿被课的 知道吧 嗯 那么 月令上来讲呢 我都得月令 得月令吧 嗯 忘华 忘华 好了 还有丁火来 也是心甘情愿怎么样 把钱 碰碰碰碰碰 好 嗯 总体来讲 你说财心忘华 忘华 我说你赚钱虽然是懂得赚钱 但是你赚不下钱 两个是活天干这么多丁火 虽然得月令是代表着有钱 这还有一个是什么 对吧 对吧 都来卸财 所以最终的结果 怎么办 能赚些钱吗 赚不下钱 因为这是伪数 先赚钱怎么样 后发钱 然后再看事业说 虽然你懂得赚钱 赚不下钱 看看你事业如何呢 那么 我们看什么 毛虚什么关系 今天做事又犯不犯小人 犯小人吧 那么 我生不生机 那么 我今年做事怎么样 辛苦 辛苦 劳累 所以说 年月月日时 完全可以把它做成什么呢 不看 你只断说你今年事业 看小人 第二 你劳累辛苦 最简单的断语 其实就已经达到了你的什么 没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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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我们再看 说 目前上来讲 事业旺旺旺 月令 苦来收金 对吧 嗯 是不是也是些 目前劳累辛苦吧 嗯 辛苦 生不生 生 所以说 虽然你眼前做什么事情 劳累辛苦 但是你的事业 毕竟还是旺 对吧 事业跟旺 就代表着什么呢 明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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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刚才这一看 说 八运进来的时候 八运好不好 好 但是 八运什么时候开始好呢 明年 明年 是不是对 明年这个权益才能拿到手 所以说 今年还不行 得到明年 明年开始走多少年运呢 十二年 多了 十二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二年 十二年吧 就是我们说 去掉 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八年 去掉了 从明年开始行十二年 四月运 然后 以后 我們再看 siz bevor 天 一个人时运十号相生 蝶火、是火生不相生? 生! 这个客是鬼随 他客目犯害 时时刻客相生 又时时刻刻有的时候就差一些 什么啊? 但是成途合不合 看见人吗? 不在说 既是小人,也是小人,也会怎么样,住我的事业,为什么,按,因为成书里面藏不藏目,对吧,所以说他愿靠我,反而会愿。 这个看大运,你现在不是看行,是看运,对吧,如果看这个行,好了,说八为什么行,成行。 成行在这里,他说了,光辉度够亮吗,所以说事业谁旺,但是明旺不够,但是成行受为天上重心了,你的人脉越广,你的事业怎么样,越旺,越旺。 如果抛黑这个行,那你应该很不错,如果要三千年来呢? 没有行的,当不费行。 要不看八运的话,只看行。 不看行? 不看行,那就忘了。 对不对? 是的,所以说大运掌管的是什么,主要的。 好吧,我们再挑点不好的是什么? 不好的其实就是好,好就是不好,运在砍工。 刚才说师傅怎么能在砍,师傅为什么就不能在砍工? 对吧? 砍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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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工不看行吗? 你明年还是好? 看不看行我明年也好,因为纸水上河,对。 对,上河。 今年是纸毛怎么样? 行,无理之行,诽谤之行,对吧? 也是桃花之行。 本身一行为砍工,对吧? 那么呢,就是说我这个人懂不懂得方圆之道? 懂。 懂得吧? 聪明智慧呢? 有。 是不兼得啊? 若论圆华之道数什么行? 异行。 若论聪明智慧呢? 六花。 六心。 六心。 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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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明是什么行? 六心。 六心。 智慧呢? 八心。 八心。 聪明智慧兼者什么行? 五心。 五心。 对吧? 是吧? 是吧? 将帅之传的人懂得方圆之道, 但是呢, 毕竟这里是什么? 运砍临沟臣, 也属忧忧忧忧忧。 但是有一点断定, 只要运在砍弓的人, 婚姻不好。 再加上配偶工入什么行了? 入一行了。 入一行了。 是不是入一行了? 好了, 我们再看。 有几个想来必入的? 没有。 两个。 没有。 两个毛。 没有。 有没有想跟虚土必入的? 有。 见虚土吗? 没有。 能必入进来吗? 但是下个月呢? 能不能必入? 下个月什么月? 下个月还比虚月, 下个月还不虚月, 下个月还不虚月。 下月是不虚月吧? 不虚月。 不虚月。 但是, 中规来讲, 虽然两个毛毛想并入, 虚土里面藏什么? 经。 经。 这比较可恶? 所以说, 如果虚土不出现, 就好了。 就并入进来了。 一下并入几个呀? 虚土无限, 两个楼呀? 都有点并入不进来。 虚位已。 所以说, 不管是谁的卦, 你要看卦段式, 你必管这是谁的卦, 我讲解就是讲解的卦, 对吧? 不对人, 不对事。 你就是, 皇帝来了, 我该讲解我的卦, 我要分析我法的道理, 至于你对不对, 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并入主。 说什么呀? 如果有童话是天刚有西。 如果结婚, 我们应该哪一天结婚呢? 在西年。 然后, 去婚。 这一点, 接着婚。 然后, 这一点, 接着婚。 不是啊? 不是啊? 他讲到这一点, 就是, 不要太严厉。 啊, 师傅。 这个弄, 我老子这么看命, 看命也得力了。 就是看命也得力了。 一年十二个月,每个月都要去看看她老婆能不能被拐宝,这不可能。 你懂才可以。 年龄是最重要的。 有病入,不病入也不行。 所以说今年是不是就有病入者? 那明年有吗? 明年是不是陈徐聪? 那今天有病入者,能病入的这排吗? 这是血。 有两个在这里,有两个了吗? 除了一个吗? 除了一个吗? 除了一个,还有一个吗? 对啊,还有一个。 两个都留一个。 还有几个? 留一个。 留一个,土里面藏心。 你说这两个我会喜欢哪一个? 后面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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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那个? 后面那个? 后面那个? 两个都喜欢。 但是呢? 好了,我们再看。 被冲掉这个是不是有小孩? 太大的人家近不近? 冲掉了。 也不忘了。 也不忘了。 冲掉了。 还有两个会这么一个。 有机会了。 有机会了。 有机会吧? 谁有机会了? 他有机会了。 他有机会了。 那见朱雀会说明什么问题? 口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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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婚姻宫林朱雀说, 我的口才好,会骗人。 为什么? 是你的婚姻吗? 是你的婚姻吗? 谁像你那么虚伪, 看了都不敢说。 但是呢, 威仪不美的是, 子女共皆在什么呢? 二婚。 身体不好, 一年风通。 但是好在什么呢? 有青龙。 青龙在内。 虽然有一个新今年, 社会比比住。 今年万不万子女。 万? 万吧。 这有一个鬼损是不屑的。 所以子女是不辛苦。 所以我姑娘今年, 庆活在内。 然后呢, 但是辛苦, 学生也偏向北京, 在那儿跑。 那是吧, 那这里有毛有葱。 这个葱为什么不论摘呢? 还是因为它就是在地有院呢? 对。 毛葱有,对吧? 对。 有是不是动了? 动了。 好了。 天安住不住? 住。 忘不忘? 忘吧。 这个鬼损是不谢? 谢。 是不劳累辛苦? 对。 是。 他来生他就谢。 对吧? 如果要是冰了, 是不天课地书呢? 哦。 这就不好了。 说明有灾了。 但是呢, 即使有灾, 上有什么? 青龙。 青龙在内。 二性对为口, 对吧? 为病。 他这个青龙学生不在啊? 什么学生不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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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如果是吉保呢? 嗯? 那是吉保呢? 吉保就生就忘了。 对。 吉保就生就忘了。 是吉保来生就更忘了。 病入现在还不够忘了。 如果一保呢? 嗯? 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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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保就不好呗。 吉保是否他要克太岁, 是不是要以下快咱? 那还是一个问题啊, 吉保特, 剑也简单。 呃老师, 那我還是第五頁畫一個問題,我還是明明一下,它這邊三個隱身蔥,天竿又全是土經,那它也論忘,為啥它就論兇呢? 愛水溪,愛人葉,愛水溪,你能講過嗎? 是啊,愛水溪,所以說,在蔥的情況下,看完還得開約令了。 對呀,那能不能活在這句話裡頭嗎? 那如果我們斷命的時候,人家問,我這個命有什麼優點,有什麼缺點,應該注意什麼東西? 怎麼說? 優點,這個是優點。 這個命是優點。 優點,事也有望,缺點,財心無望。 最大的缺點是,桃花行望,會有不好。 自明有明。 那,等於說,你這句話是在丁有月,所以說因為是有經,還問著這個子女公,子女不論哉。 如果這個就換成是那個,比如說是亥月,可能就不行。 或者是那個。 要是亥月的話,這個有經就不忘了。 因爲今來上水不得月令。 哦,有望穿還要看月令。 那望穿就看那個夜令。 月令也要看,大運也要看。 那上面就有令跟大運。 每一個月就看令。 那你看呢,現在秋天了吧,樹還發芽嗎? 不發芽。 它是不是要刻了? 那這個瓜裡邊,如果那個月令不是有,但是剩下全是有的,幫我。 不在月令,但是下面都是有的。 縱服也望。 但是,你看我的財,告訴你啊。 財是甚麼問題? 是否有一個筆注的? 對。 我有幾處財源? 兩處。 哪來的兩處? 天干心靜。 哦,這裡有個心靜。 對吧,兩處。 好了。 天干兩處財源,有生源嗎? 天干。 沒有生源,就代表著不能實時禁財。 我只是固定那麼多財,去完就沒有了。 如果天干要獻出一個悟土或者極土,是不是就好了? 只是論經裡面的,對吧? 如果要是悟土、極土放到這裡,是不是就更好了? 對。 放在似火上,是不是也可以啊? 因爲似乎我爸和和,怎麼樣? 假如? 我生理我怕。 幾? 師父說苦啊? 嗯。 師父說苦啊? 師父有人要找我來和? 對。 他會給我帶來甚麼? 對。 這有兩個來找我和,師父都來謝我財? 嗯。 所以你說我適合跟別人和嗎? 我適合。 我適合。 原不顯,沒有生原。 天不下雨。 然後呢,就像前兩天我們這天不下雨一樣,大家去拉水。 有沒有茶?也有。 有沒有水?也有。 但是,絕對不如天來生日花。 師父,如果想找你來辦事,或者跟你合夥,或者做甚麼事情, 要看他意子,要看他拼出來以後那天好,在那刀你, 那個慈善好,幾點都來。 一見了人,你就趕快叫。 哈哈哈哈哈哈。 好。 嚴悲的就。 這還有一個問題啊。 就比如說,就比如說啊,就不是你這話啊。 如果,比如說,你這裡有七個孩子,三個男的三個女的, 但是呢,投胎去兩個,比如說啊。 那,那大兒子,是按投胎去掉的呢? 還是按照你正老八景生下來的那個為最大? 正老八景生下來的為最大。 OK,好。 流產就算了。 流產終歸是流了。 但是如果中間有流產的,他算。 中間流產也不算。 也不算。 只論現在再大,那幾個。 然後呢,已經出現的,就叫什麼? 白化人送黑化人命就算了。 然後呢,已經出現的,就叫什麼? 白化人送黑化人命就算了。 啊。 是,還是你那個五星推法好。 這個,你想的推就覺得就是。 這個推法太累了。 哎呀。 太累了。 不是這樣,你每個月去幹活,每個月去散。 這個五星在中,可以指揮霸門。 五星飛出來又在我運動, 吃不凡事都要清真力行。 對。 你想用別人,第一,也沒有可用的。 第二,不信別不信。 你知道嗎? 嗯。 我別人,你看五星。 嗯。 那鐵仔工怎麼說? 啊? 鐵仔工? 鐵仔工嗎? 然後有蔥啊。 居無定修。 無家,到處是家。 但是我有幾個家? 兩個家。 兩個家吧。 這裡是不是我家? 是。 現在北京我租的房子是不是我家? 是。 那算了。 你老家還有沒有家? 那算了嗎? 我老家沒有家。 啊? 沒有了。 沒有了。 要不我怎麼說? 一說窮的家徒私弊, 我說連私弊都沒有了。 哈哈哈哈。 天當被,地當床。 這三個衝一個狀? 嗯。 老實說,那個病入的這個條例都是什麼條例? 就是天當建的話就算病入的。 一般地支線的人, 假如我這裏現在出現一個虛途,是不是就已經避入進來了? 沒有虛途就沒有避入進來,沒有避入進來,這是我某。 某是不是想往裡某虛化和想避入? 它虛途不現,如何避入呢? 如果虛途現了,那就進來了。 虛途現了就代表已經避入了。 是不是已經有姑娘了? 已經有了,還有別人想見了。 現在是姑娘在外徘徊,沒機會。 可是虛途不現就已經來了。 嗯,聰明。 你傻傻力挺豐富啊。 我不能把這當說話,我得那個…… 一學就得要玩呀。 這個毛一個頭一個尾,是不是一個年紀大的一個年輕人? 嗯,可以這麼講。 誰是大的,這是大的,誰是小的,這是小的。 那你說我是喜歡大的呢,還是喜歡小的呢? 大的喜歡小的。 大的我也喜歡,小的我也喜歡。 知道為什麼嗎? 大的圖是不是升金? 對,對。 對,對。 射不升嘛。 射不升嘛。 虛途裡面的場景,是不是小的也喜歡? 嗯。 大小的也喜歡。 大的是明年,小的是二年老。 小的是從心裡喜歡,大的是從外面喜歡。 哈哈哈哈。 對,這這麼有…… 應該這樣做一點。 都一樣都是時候。 運辱有病辱的關系。 運辱有病辱的關系。 因為已經進入了。 病辱,就代表我已經開始走運了。 但是這個運,還是要看天干是什麼。 天干住我就好,天干不住我就好。 所以我現在正開始走背運的時候。 天干住我,正開始走食運的時候。 比如說,如果是認子,是認子,根子。 人子的。 那麼,我就現在正是在走食運。 如果要是物子,那我運氣正在守著。 因為它已經病入,病入者已經下來了。 如果沒病入,代表著已經還沒有下來了。 那這個物子也好,根子也好。 它出現在天干上。 出現在年月日時上。 哪個是你為主的? 年月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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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出在年月日時。 比如說物子,就是08年。 來打比喻吧。 年月日時。 你還是管一年而已。 你還是管一年而已。 這比喻其實挺難打的。 年,假如財吧。 年生他。 月刻他。 日生他。 時行他。 你說以誰為主。 年主一年。 今年你有財。 時為主。 月。 當下。 就是你現在。 月刻是吧? 做我的力表。 月刻就是月刻他。 你現在就這除去錢。 日生他。 日有財。 然後時又來行。 你說以誰為主。 以時為主。 時為主。 時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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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以時為主。 那要以時為主的話。 我今天就應該預行。 就應該補禁財。 看能否有限度。 都為主。 看能否有限度。 這是代表著一個過程。 不可以說以誰為主。 年月日時代表著你要發生的事情。 不可以說以誰為最重要。 就是拼重其重要。 就是不能說。 你今年進財了。 你就不能出財。 你今年預行了。 你就不能進財。 所以錢該進還進。 事該出還出。 不能說以誰為主。 那你放了。 換了。 就像你。 有個老婆了。 又出個小老婆。 你說以誰為主。 我不知道你這個財位。 你這個財。 人問你了。 說你這個老婆不老婆吧。 你說你有老婆了。 又出現兩個老婆。 你說以誰為主。 大家試試看。 都為主。 你說他人生像一個過程一樣。 對吧? 不能說以誰為主。 比方說今年這個人出財事了。 但是出財事了。 你說你今年出財事了。 你就不能進財了。 是這麼回事嗎? 所以在有些人眼裡。 什麼樣最好看? 一氣。 全都是有。 特財。 全都是生財。 這樣他就看了。 說以金為主。 以以誰為主。 它只是人生的一個。 代表著一個你要將近將發生的事情。 你都要發生哪些事情。 不可以說以誰大、誰小、誰為主。 知道嗎? 他在過程上都看了。 什麼樣子都拼出來了嗎? 你說先進財呢? 還是先出財事呢? 還是先什麼呢? 對。 其實我也不知道。 對。 我只是問你, 你今年財運很好。 不能說, 今天財運很好。 但是你眼下, 你先得財了。 然後呢, 你就出財事了。 不可以說以誰為主。 一般來說就是, 今年財運很好。 但是你今年有官非可可。 然後呢, 你破財。 但是最後呢, 可能呢, 一看說財旺, 說你今年雖然破財有關係, 但是呢, 你的財旺還勝財。 絕對不可以執著以誰為主。 他那個年是管一年。 可不可以用那個劉樂, 比方說劉樂也有前來的意思嗎? 說劉樂啊, 就是定好樂也。 那就可以斷流樂呗。 比方說我的財, 在金吧? 現在是什麽? 丁有樂吧? 火克金師父花錢。 但是, 師父還筆住, 財來了, 師父要花資金。 對吧? 下月是物, 土來生金。 我那個意思就是說, 剛才這個過程, 大家按照樂來可以, 好耶。 好耶。 你要是天氣, 我這兒好耶。 哈哈哈哈。 拿著那麼去, 怎麼會立刻啊? 他不是很類似, 不類似, 你當掛能力? 這個呢, 其實有些東西, 要是讓我講, 就給你們講死了。 五行生客之道, 像我的師父當年說, 我說這掛怎麽算呢? 他說, 就給五行生客去斷起。 我是這麽走過來的。 我就記住了一句話, 五行生客。 我的所有的一切理論體系, 完全是我這麽多年, 這麽走過來的。 如果, 就是說, 我要把很多東西給你定死了。 說, 我告訴你, 你, 代表著你, 你開始, 你要做一件事情, 開始如何, 中間如何, 到最後收穩如何。 到時候你說, 不是那麽回事。 說, 像這個, 都得要你自己去判斷。 有的時候呢, 像這個不可以說, 以誰為主。 像我這種嘛, 有的時候, 比方說, 一看, 毛有衝, 可能是, 我連這些, 我連看都不看。 一看這個, 事業給我, 毛上犯害, 這些, 我可能也不看不住。 你今天事業不順, 換句話, 勞累辛苦。 其實就這麽簡單, 後面看不看, 後面看不看, 後面看。 就像我剛才給你打的比喻, 我只用一個流年, 剛才就斷了, 對吧? 但是, 你要全部都加起來, 最後怎麽樣? 就把你給自己, 斷毀斷了。 往往都被敲了。 什麽叫往往就是。 不是。 所以說, 剛才他提的這個流, 可以用, 你說的是每個月的流月來斷, 先後順矩, 那這個流月的天長, 歷史歸一樣了, 代表的事情也是。 那肯定是, 但是這個流月, 比方說現在是定流月, 對吧? 需要把它坐入到十二公里, 對吧? 也就是, 它可以跟十二公中任何一個公位 會發生一個關係, 下一個月它也可以跟發生關係。 但是呢, 每個月呈現出來的狀況, 因爲地質不同, 天長不同, 事情的今年一定會發生一些變化, 眼前是這個狀況, 可能下一個月就會改變。 那如果看流月的話, 就比如說, 我今年看流月了, 我其他, 都不看, 我就看日, 是不是? 這概念。 哎呀, 你們說的都跟我說, 說不, 師兄, 把話說死了。 師父, 我們現在的時間盤, 這個盤不是當下測的, 比如說你那個運在紫水, 那就是說, 能不能說是到紫月的時候運氣好, 或者到紫年的時候運氣好? 紫月運氣好不好? 不是取決於紫月, 要看紫月的天竿, 比方說紫月, 到紫月的時候, 到紫月, 到紫月, 丁, 木, 起, 耿, 天竿, 接來生水, 我始於運氣好不好? 好吧。 好吧。 就這麼做。 天竿, 是雙方菜, 嗯。 他這個大月, 你做生意, 你一個月做得太近了, 你根本就不可能去, 師父, 如果那個, 比那個才好, 坐在天竿的一里木, 那會怎麼樣? 那個才功? 天竿以木, 那就客財了。 那就負財了。 那就負財了。 寫。 寫。 我拿財去, 寫財了。 就像, 給你十塊錢, 你說, 站住, 打你。 你換一大堆硬幣, 你上下面去打人家。 明白這意思嗎? 是你拿錢去客一下, 人家, 說, 我吵這個人不順, 給你十萬塊錢, 去, 把他給我殺了。 拿錢去客客人家, 明白嗎? 這叫客, 是你拿錢去客人家。 這個問題啊, 就像是說, 有人斷話, 斷了什麼境界呢? 就是說, 還有什麼事情要問呢? 也就是說, 像你現在這種情況說, 我還想問點兒什麼呢? 在這兒想。 其實像這一類的問題, 就不是問題。 其實你們所要的問題, 還是那句話, 大道之間, 是嗎? 寬不虧生。 說,我要想看一個人, 我想看就看, 你們在座的每一個人都可以看。 剛剛說,我想看他吧。 十點二十五分, 對吧? 一,今天日子在卡嗎? 一,三,五,七,九,十一, 然後三十, 他的運在哪兒? 很足。 二十五分是他的運在生機, 對吧? 是不是? 沒有這麼快。 沒有這麼快吧? 對。 所以說, 昆土的人, 性格, 固執。 身子沉, 沉是他的事業工。 石子水, 是他的什麼? 財工。 所以說, 他前幾年財慾水好, 但是做了什麼事情? 加上, 我們就斷眼前說, 毛生亥亥, 他今天事業做得非常艰難, 因為毛木特, 對吧? 土來泄, 而且毛生孩子發覺。 但是明年, 塵土一現, 身子沉, 化成格局。 所以說, 他明年的事業會非常好。 假如我想看這個角度, 對吧? 好了, 二十六分零四十八秒, 那就是說, 運在這裡, 轉一圈二十六分, 然後超過四十秒了, 對吧? 好了, 運在錢工。 錢工還是在虛數, 淫無虛, 他從去年開始走財運。 去年走四月運, 但是去年開始做事, 然後財運去年開始往下。 但是去年是耕, 耕, 對吧? 所以說, 他做起事情來就比較艱難, 因為事業獨在營, 天干是耕, 所以說他壓力就非常大。 財在無火, 火來克金, 他去年開始投入。 今年是什麼年? 新馬年。 馬木, 生不生他財, 但是天干瀉不瀉, 直接可以斷掉。 去年, 今年這兩年, 好。 雖然看著見點才, 但是怎麼樣? 明年成土之年, 人成年。 就是說, 你就大概的這麼一看, 怎麼樣? 但是要逢運氣的話, 虛望, 某虛化河, 今年刻的, 壓力比較大。 古來生, 生金, 對吧? 新某年, 他今年勞累, 興奮壓力。 明年陳虛相衝, 他明年換一馬, 明年一馬行動, 你要到處去保護。 也就是說, 你完全就可以拿一個弟子, 對什麼手法? 流年手法。 最終的孩子要什麼?